12月30日 综艺了不起的打工人定档 但是金星却不在其中 随后金星在社交平台晒出一张综艺海报 配文到画面中间却最重要的艺人 将某卫视不要瞎带节奏了 把原因说出来 为什么 其实这并不是金星第一次遇到被剪掉镜头的事情了 此前他在录制追光吧第二季时同样被剪掉了所有镜头 这档综艺在第一季时凭借着金星犀利的点评获得了无数关注 在录制第二季时 该节目同样请到了金星 但让人意外的是 连到节目播出突然传出延期播放的消息 后来终于等到节目播出 却没想到金星的镜头全部被剪掉了 其实语言犀利的金星经常会被针对 他的节目就更别提了 当初金星秀停播的内幕依然饱受怀疑 而如今这些事情也让人开始担心金星秀的重印 近期在宣传金星秀时 金星发文坚持真实的态度 客观的评论 把正能量的节奏带起来 最后希望江苏卫视能够尽快出面 给金星以及观众一个满意的答复吧 对此 你怎么看呢